台中地方法院前 两名男子拉拉扯扯 揪着衣领不放人走 僵持不下同时 一遍大小声 骂到众所皆知 诈骗集团的啦 这个骗集 你这边也骗 你那边你那边 你那边骗人的集 诈骗集团的 你这种帮诈骗集团 都来你啦 黑衣男被紧紧拽住 原来他是设犯诈欺罪的被告 来开庭遭到围堵 而堵人的一方 也有话要说 见很多司机前借给他 结果他都是避不见面 电话也不接 所以才去告他 诈骑都是他能用 他自己享受 吃好的住好的 开好车啊 十几个人 知道的总共一千多万 自称是诈骑案件的关系人 他更揭露对方身份 曾经是国民党及台中市议员 赖顺仁的后援会会长 为此议员今年八月 才在脸书上公开示警 诚信男子以非团队人员 却穿着背心在外行骗 令他们不堪其扰 八年前我们在选举期间 网络的一个宣传 后援会这边有做一件背心 选举完之后 红人全部都回归自己的岗位 不过下去警方还是提醒 围堵对方也会有刑事责任 违反刑法强制罪及功能无罪 本分级将加强 想念行动 气不过陈信前会长好手好脚 却侵占上千万的款项 趁他开庭时将人南下 一听到诈骗集团关键字 还有路人也忍不住上前帮枪 你真假意啊 我看我听我去总办 但这名冒用议员后援会 扰名义的诈骑案诚信被告 其实不止侵占公款 他自己成立的物流公司 也被指控涉嫌用话术 怂恿亲友员工来投资他 还说能帮从早到晚 找出晚归的送货员呢 变成股东 大家一起来赚钱 但事后却是人间蒸发消失 手机变成了空号 而且还被指控挪用了 超过四百万的公款 致辞获得全场掌声 他就是被多名被害人 联手指控欠钱不还的 后援会成前会长 不知是否因背心上代表的身份 而受到热烈欢迎 不仅是议员陈青 现与他劣机毫无关系 不过有受害女子的复兴陈青 女儿因他打着竞选团队的名义 误以为是正派人物 结果户头存款跟信用卡 都遭盗领盗刷 我是赖苏人的后援会会长 我有钱怎么样 他说去骗这些女生 然后再说他在投资什么 钱不够 你可不可以先借我多少 另外陈信前会长 还以话术骗员工投资 说他自己要成立监车行 我们有没有兴趣 一开始来就是先当司机 然后他负责去外面接业务 以后大家都是股东 连络要求还款的时候 就是都逼不见面 陈信会长曾设立物流公司 遭到前员工投注 挪用公司款项超过四百万 还跟司机借钱积欠薪水 同时怂恿同业投资 另外还骗女性亲友 深层有资金才能扩大营运 共机欠了1130万元 现在进入司法程序 这是我们的新口纸 发生这台企业期间又继续费 原以为借钱投资自己的老板 能从司机变股东赚更多钱 结果薪水没拿到 被拔两层皮 采访求证陈前会长 如同人间蒸发 留下四只手机全程空耗